大家好,今天3月26号 我想台股在今天早盘 不为美股在昨天 压毁 今天早盘就是直接开高 早盘大涨 204点 但是中盘 这个下压 我想大家都吓到了 这个政府达到 418点 那在 大盘的跌破2万点,当然 开始又动用台积跌 动用金融股 这些钱重 比较大的个股 指数呢 又拉上来了 100多点 但是 如果我们 不要去看大盘的话 那其实很多股票 都跌得很惨 尤其 最近 老师帮各位点出来的 这些族群 那各位呢 我不知道 你有没有 听洪老师的话 那你在高档 你先卖 做股票 做股票 说真的 我说过了 我说过了 帮的怕死 帮的怕败 因为你们 为什么会来不及卖股票 就是 就是你们看到 大盘还在涨 而且大盘的还在2万点之上 各位你看到 很多 台面上的分析师 当然每天 他都去找 盘面上最强的股票 然后来告诉各位 拉回来就要买 拉回来就要买 现在找盘 我们看盘中的节目 很多分析师 他还告诉你 很多股票 你一定要赶快进场 不然呢 来不及买 但是中盘过后 我去看的这些股票 其实都跌得很惨 我想 做股票 当然 我们一定要 照着趋势走 没有错 现在大盘还在涨 那因为台股在三业 他比较特殊 他就是一个资金 的一个行情 你说这个地方他是在涨 业绩的题材面吗 我想 真的不是 都是在涨什么 消息面 哪里呢有消息就往哪里跑 你看到报纸每天 他不同的利多 告诉各位 那你每天 追进去 那你看到很惨 从 AIPC 当时呢 消息一出来 你看到华售 有没有 没有 英雅达 你看到 涨一天 小风 你去追高的 你看英雅达 你去追追高的话 那今天跌下来 你买个十张 那才 两三天的时间 又亏了五六万 股票不是这样做的 不是追高能够让你大赚 很多老师 每天给你糖吃 但是最重要 你也没有赚到钱 这才是 你来到股市 比较关心的 你如果每天来跟这些分析师 然后呢 来追高杀低 那我想 你来到这个市场 没有意义 我们要的就是 真正那个最好的买点 最好的股票 然后呢 时机点到的时候 买点到的时候 那我们就要全力的 把它买进去 不是每天叫你说 买底部买底部 各位 底部买不成会 反成头啊 洪老师我 不是叫你买底部 我到呢 波段的低点 我都是告诉你什么 买底部的起账点 那是才是真正各位 一个波段能够让你大赚的点 不是每天叫你买底部 那你买底部各位 如果他在底部整理三个月 那你不是等三个月 所以呢 你一定要懂得说 在整个排面上的一个形态 个股 他的 整理的一个 时间点 时间一到 那我想 机会就会来 那老师我现在看到的 绝对是危机 绝对是危机 不是你们所谓的 转机 现在只是资金 在撑 整个场面嘛 因为钱太多嘛 但是 这个地方东拉拉西拉拉 让投资朋友 你们真的 失去借薪了 我想 我想 今天各位 政府达到418点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的是说 多空 这个地方的一个激荡 非常的激烈 那这个也是我告诉各位 最近告诉各位的 善党的空间 其实呢 是200点 那今天各位你也看到 其实这个 空间来讲 那我跟各位所讲的点 25 各位 507 70 那也没有差多少 但是 上党你去追 那这个风险就非常的大 因为这一波我讲过是一个 季线 乖离 过大的修正 但是还没有出现 那指标已经领先下来 为什么老师我最近 叫各位 很多股票逢高那你要 降党 你逢高几涨 你要舍得卖股票 你要勇敢的卖股票 应该是这样讲 勇敢的卖股票 因为各位你们看到 大盘在涨 股票 各股 你们杀不下手 因为每天都有好消息 而且都是不同的消息 今天呢 红海 又跟联发科 搭上了 他们要 吸手 去供 细光子 这一块 高速传输 各位看到细光子今天是怎么跌的 那我先领先市场告诉你 筹码在松洞 但是你情愿不相信 老师 你情愿去 相信那些 每天拿糖给各位吃的 这些分析师 因为现在是很多股票 他没办法空 因为密集的股东会 但是 今天 老师做了一个动作 没有券 但是呢 现股可以当充 那我在红售这两个股 我一天的就赚了30块 现股可以当充 那我们 也是告诉我们的 大资金的 可以呢 短空 红售这两个股 我想 这就是台积电的好朋友 各位 虽然他在这个整理形态 但是呢 各位你看到 他上去 没有过高 爆量压回 这个筹码都是相当的 凌乱 所以这只是说 老师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小小的操作 因为这个没有券的 你们要去弄建空也没有办法 但是现股 他可以当充 但是现在的很多股票 其实是密集的股东会呢 你也 真的空不到 但是你手上有 我也提醒你 你真的要舍得卖出 那我也提醒各位 自营商的最近 台子旗的选择钱 我相信各位 4万多张 4万多口 我想 短线他是很凌厉的 而且现货呢 最近三个交易日 是买了八十几亿 那 自营商的在上柜 每天卖 这个都是你们没有看到的 很多人说 那 上市的创新高 上柜的一定要创新高吗 各位 今天又跌了 1.49% 你看到上柜的股票 涨了只有168 跌多少 584 那你说这个地方你买股票 会赚钱吗 我不知道 上市呢 涨了226 那跌了713 各位你看到腾肉 腾肉的指标呢 各位看到 跌的又比 涨了更多 我想这 不是呢 各位 你想象中的 那么好的行情 其实我最近跟各位讲的一些个股 该讲的我都讲的啦 我昨天跟各位讲说 带这一波上来的 族群就是IP 那 就是在细光子 那散热是最后一轮 但是 老师呢 我都已经帮各位点出来 还有重电 那重电呢 因为最近4月份了各位你也要特别小心 4月份调涨电价 那你认为说现在重电股 可能 还在涨 市电还在涨 那华晨今天 欢黑又翻红 那你认为重电股这个还会再继续吗 那你们慢慢的等 股票呢 涨多 他一定要修正 不是说他要 怎么跌 但是你至少你追高 那一定有风险 其实我昨天跟各位讲说 我们要去讲说 一些在同族群里面 因为同族群我已经告诉各位了 从点线面的这种角度去 好思考跟教的各位很多了 我想我是在教育各位 我没有在责备各位 那我也没有说 老师在这个地方 那我有特别的用意 没有 我只是希望说 口水朋友 在这一波的行情 你能够跟着老师 能够去闪掉最大的风险 那未来呢 我们能够去掌握到 底部起涨那个时机点 不是其他分析师跟你讲的什么 买底部 买2万点以上就都买底部 你骗笑 洪老师说真的 真正的那个底部起涨 那才是我们真正的要去掌握的 所以呢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 你没有准备 每天就是听的消息 你就每天的 跟着消息在跑 各位你看到说 我最近跟各位讲的这些个股 你看都已经跌了一大段的 四星 IP的股王 IP的股王没有错吧 来信心 矽光子的股王 齐勇我昨天跟各位讲来到月线 你要很小心 跌破了季线 这一段就跟我当时在跟各位讲 神盾一样 他是有空间的 你看神盾 我们有几天 后利了两成 后利两成 那这一次上来 神盾了我们又空了一次 那也是呢 后利 虽然外资说 他明年会转亏为盈 明年的事情他现在拿出来讲 对不对 那我在这一波 各位你看到 这根红棒 这个高点 我就出手 为什么 我是跟各位讲说 他来到年线 反弹到夜线 他还会再一次 回撤 那这个就是老师懂 你们不懂的地方 老师懂 你们不懂的地方 所以呢 这些股票 其实呢 他的一个操作上 你们要特别的注意 你看到神盾 对不对 他来到的 对不对 月线的地方 来到月线 那你说这个地方你要 要攻上去 当然 还是要去突破 安国也是一样 对不对 都回到 月线 反弹到月线 他如果没有下去的话 那是不是在往下撤 那 满足点到 那我们 才会呢 方框为多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操作 的一个逻辑 不是说这个地方 各位 你们 想象中的 做股票那么简单 字帮你看到 那这一波我们从 512空下来赚了74块 那是不是跟年线 开始会反弹 到月线你要舍得卖 有没有 但是你又 不卖 那是不是又有措施 另外一次机会点 所以呢 各位你看到 曲红 那是不是呢 各位 前一波 最强的股票 那你说最强的股票 不会跌吗 对不对 投作出来他就是要跌 双红 对不对 我说他在一个区间震荡 你看 他还是回嘛 你今天又追高了 你看 那是不是又赔钱了 但是不是说这种股票 他马上要什么 要中错大跌 但是 你逢高卖 那绝对不会吃亏嘛 你绝对不会吃亏的 所以很多个股来讲 我们不是说 那事后再来论 事后再来论 各位看到说我们跟各位所讲的来 对不对 点线面的效应 3月8号就跟你讲IP族群跟细光子转落 你不要去追高 对不对 神盾 创意这个都已经跌了一大波了 信心联雅 你说那时候还没跌 那现在都跌回来的 那利台 你说 比特币今天又回到什么 7万美元 那你就说 那可能要喷了 喷看看 各位 那个趋势已经 空头了 你真的不要有任何的 想法 你手上的股票 会害 以后会害你的 绝对是 你认为的好股票 四星股丸都可以这样跌的 那享受 那必定也是要做补跌 这个都是在整个点线面 在整个族群 那整个大盘 我跟各位讲 输赢的关键就在于策略 你没有策略这个地方只是盲目的 在跟从 你看到 盘面上的分析师 那有几个在提醒你 风险在哪里 我也是在底部 我钱力大满 而且大赚了 一整坡的老师 我不是 从底部 去放空被嘎上来的老师 各位你要去搞清楚状况 老师在这个地方 是不希望说 投资朋友你们任何 这个地方 他 有一个风险 存在 那你因为闪掉风险 你才可以 以后呢在 那好好的 选好的股票 然后再大赚他一波 我以前常常在讲的一句话 我们白白钱一定要买什么 最好、最强、最必要的股票 那叫做超级大黑 不是买底部 放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 但是如果说 他打底不成反尘头的时候 那各位你怎么办 不是每天给你喂糖吃 那我想 每天的跟你讲 抢的股票 那这样各位就可以当什么 当了 红牌的分析师不是这样 真正各位 一个称职的老师就是要在风险的时候 能够提醒各位 所以现在大盘是见山是山 见水是水 见山不是山 见水不是水 各位你要好好的去体会 见山又是山 见水又是水 你好像说 那大盘好像 拉回两万点 破两万 又拉上来 好像又要到两万五 又要到三万 这个就是各位 你见山又是山 见水又是水 一句话送给各位 众里行他千百度 木兰回首 灯火 南山处 各位 我想做股票 就是 有时候你认为 可能要大涨 但是 并不是各位 你所想象的 他大涨 就是最近 各位 00939 吃乱 我想 不是钱多 他爱怎么样 就怎么样 各位 他也是这样跌的 他也是这样跌 不是说 500亿 1700亿 那就可以什么 你们进去就可以什么大赚 那你说 配息 高股息 那你 月月配好了 那一个月 配的 7%好了 但是 各位 一个月配7% 但是你一个月 已经跌 超过7%了 那你 你这个当赚的股息 但是你赔的差价 事实上就是这样 因为 市场 说真的 耳驴我诈 对不对 你想要被人家抬轿 但是呢 各位 你却抬人家的轿 有时候呢 这个地方 你们只是听信 人家 人家跟你讲的 那你有没有深入去思考 其实 这个故事很多啦 但是 我们也不要再去提 那些呢 来戳各位的痛处 那我们最重要是说 在这个地方 如何呢 让各位投资朋友 能够散 涨过未来呢 一波的风险 那才是最重要 因为 其实最近呢 各位看到说 很多股票 我们 把它设定的 比较弱势的 其实 在今天都跌的很惨 因为今天 跌的加速 真的比 涨的加速还多 那整个大盘的一个 我昨天已经跟各位讲过 各位呢 你自己去做判断啦 因为 我们毕竟说在这个地方 以后呢 还是要回来做个股 但是大盘这个地方呢 当然很多投资朋友 也是很关心 因为今天 他又是带量的 长黑 而且他是 左势是背离 左势呢 他呈现一个背离 那 有时候呢 你说这 今天的这样的一个 下沙取量 会不会成功 那明天也重要嘛 那今天的低点不能再跌破嘛 那跌破这个头部 就会成立 但是没有 还是一个震荡的格局 但是说 他上档的空间今天提升到20528 20528 其实 跟今天的高点也差了 100多点而已 那低点今天各位有来测 19 19694 今天最低来到 19977 20300点的空间 但是说 中线能够锁稳 当然没有问题 他还会有机会去测高点 但是如果他直接回中线不锁 那我讲过这一次就会比较深一点 但是 相对的这个指标 他也会修正 那季线 这个地方的一个乖离 他能够修正的话 那未来呢 还有一次呢 做多的机会 还有一次做多的机会 但是 做多不是在这里 洪老师我跟各位讲说 现在很多股票 他开始要轮跌 现在不是轮涨 各位要搞清楚 前段时间是轮涨 那现在 开始 很多股票在轮跌 在整个呢 空方的趋势会大于呢 多方的趋势 各位看到说 今天的空方能量来看的话 空方能量 10 65万张 但是呢多方能量是64万张 所以呢 这个地方差了 41万张的一个 空方的能量 所以呢这个大盘来讲 空方的力量 他是大于多方 所以 在短线上 应该是这么看 所以呢 很多股票在拉高的时候 各位真的 不要去追高 那弱势的股票 你要趁这段时间 反弹 赶快 该停损停利了 你要赶快做 那有一些呢 分析师叫你去买那些 落后的不涨股 真的 适可而止 那些股票 以后都会害你的 他不会救你 他一定会害你 你听黄老师跟你所讲的 但是我们也不要去点 哪些个股 最近呢 机器人 索隆门今天也打开了 那一档一档 每一档都是机器人 我想各位 那 短线尽量去追 以后套牢 各位 那不是一个两个月的问题 因为这种股票 大盘呢 从低点涨到2万点 他都不涨了 那你认为从2万点去买这些个股 能够让你赚钱 能够救你吗 我想各位绝对不是 能够救你的 就是今天 最近呢 你先拉回了这些股票 因为 这些股票才是真正的主流 才是真正的要救你的个股 但是现在还不是买点 你一定要忍住 你一定要忍住 你才能够呢 在未来的行情当中 你是真正的赢家 所以在 整个大盘高档震荡 的同时 各位真的 个股 追高 不要追 真的不要追 追高的套牢 很难处理 就是我跟各位所讲的 你现在100万你赔掉20万 80万 以后还有机会 你再把它赚回来 这个机会都很大 但是如果说你100万 让他赔掉 剩40万 以后呢 要赚回来的机会呢 会越来越小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比例的问题 所以输赢再以策略 你策略呢 你要做好 下一波 机会才会属于你 所以 机会 永远留给有准备 准备好 明天又是一条好汉 明天同时再会 本公司以往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神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哈啰大家好 我现在人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同学同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说看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 太有sense了吧 拜拜 拜拜